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日講到的經文是《尼希米記》 第二章 第一至十六節 新日本這樣記載 阿達勢西王二十年離散月 王面前擺上了酒席 我拿酒來奉及王 我在他面前素來沒有露出壽用 王卻問我 你既然沒有病 為什麼面帶壽用呢 這沒有別的可能 必是心中受罰 我就非常懼怕 對王說 怨王萬歲 我裂祖墳墓所在的城 成了荒蕪之地 城門被火焚毀 我怎能不面帶壽用呢 王問我 你想要什麼呢 我就向天上的神祷告 然後對王說 如果王認為好 博人能在你面前蒙恩寵 就請你猜派我往猶大 到我裂祖墳墓所在的城去 讓我重建那城 那時 王后坐在王的旁邊 王問我 你的行程 虛時多久 你什麼時候回來 王既然認為好 就猜派我去 我又定了一個歸期 我又問王 王若是認為好 請此給我召書 通知河西那邊的省長 准我經過 直到我到達猶大 又召書 給看守王的元臨的阿薩 吩咐他給我木材 建造聖殿的營樓 大門的橫樑 以及建造聖場 我要入住的房屋 因為我的神 私隱的手幫助我 王就賜給我自己一切 於是 我到了河西那邊的省長那裡去 把王的詔書交給他們 王又派了軍長和馬兵護送我 和倫人森巴拉和作神埔的阿門人 多比亞聽見有人來到 要為以色列求利益 他們就非常老奴 我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裡停留了三天 我在夜間起落 和幾個人一起出去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 我的神 使我定義要為耶路撒冷作的事 除了我所騎的一頭生口以外 沒有帶著別的生口 我在夜間出了谷門 向著龍泉走去 到了訓門 視察耶路撒冷破壞了的城牆 和被火焚毀的城門 我又往前走 到了傳門和王池 因為地方不夠讓我 騎著生後過去 我只得在夜間圓溪而上 視察成長 然後轉回 經過谷門回到城裡 沒有一個官長 知道我去過什麼地方 作了什麼事 我有一直 沒有告訴尤大人 或祭司 或跪袖 或官長 或其餘作弓的人 願神指教我們去領受祂的道 我們一齊今天思想到聖經尼希米的訊息 大家再一齊我們再同心祈禱 天父我們感謝你 我們今天一切所有的 全屬於你 因為原本是你所做 是你所持 主要我們好願意將生命擺在你的手中 渴望能夠可以 行在你自己的路上面 主要你在地上 你喜愛公義 你恨惡罪惡 主要你都猜派我們去到不同的地方 可以將你自己的 慈愛公義能夠活出來 也都渴望你自己 在我們生命當中 尚上的引導我們 知道你對我們的旨意 在日常的生活 也都在我們生命的方向上面 我們更加知道 按照你自己的旨意 你都行出來 以致我們能夠可以 真的靠著你 結滿生命的果子 是能夠榮耀你 也都叫我們能夠得著 你要給我們真正生命的封信 主要今天我們再次來到 在你的面前 我們渴望奉獻自己 也都渴望你自己的恩怨 臨到我們心中 引導我們在這個世界 這個時代 來去侍奉你 去見證你 給你引導我們的心思 有指教我們 我們仰望祈禱 奉耶穌基督聖名求 我請大家都見分開剛才讀過的 尼希米記第二章 我們今天除了看第二章之外 都會看一些前後的經文 大家會記得當主耶穌 他復活了之後 他首先做的事情 就是向門徒顯現 當時門徒在一個封閉了的房屋裡面 耶穌向他們顯現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說 願你們平安 復活的主帶給人 第一個重要的信息 就是 神將平安賜給人 然後說完之後 主耶穌接著就說 父怎样猜遣了我 我也照樣猜遣你們 因為父猜遣主耶穌來到我們中間 我們領受了救恩 你跟我生命不再一樣 但是神為了承傳 或者說完全了 祂對我們的拯救 是同樣將猜遣賜給我們 猜遣我們 去到世上不同的崗位 作祂的見證 因此教徒一方面領受了恩典 另外領受了成為恩典管道的恩典 因此你發覺 你和我 是有猜遣在身的 我們是一個被猜遣的人 去到不同的崗位 來作主的見證 因此當我們上聖經裡面 講述到神的恩惠的時候 必然是包括了 神給我們所領受的 和神透過我們所施予出去 因此當我們去到心中的負擔的時候 你會發覺神很多時候透過這種方式 叫我們能夠成為賜恩 很多時候神將一些人的需要 或者某一些事的需要 放在我們心裏面 成為了我們裏面的負擔 或者是一種長久的感動 而何時當我們去回應一種的感動 或者說神的呼召 就察覺到在過程當中我們更加認識神 也都在完成神所給我們的感動之餘 我們另受一份更大的內心滿足 今天當我們一路看到 也都在神的面前 因此來討告 在聖經裡面第一章 你會看到當時聖經提到 就是你起碼在波斯王朝裡面 做一個重要的官員 他是做王的走政 當時他本身是猶大人 但是他是一個外邦的國家 是身高要值 雖然是這樣 但是他沒有忘記自己同胞的需要 也都不會輕視他們現今所經歷的困難 就像我們現在生活上一般的了解 一個人所謂已經上了岸 他已經有很多的身份地位、財富 大概他未必需要去 如何關心他以前的一些同胞 但是對於尼希米來說 他仍然很深刻地關切他自己的同胞 所以大家會記得 當猶大城有自己的弟兄來到舒山城 就是尼希米所在的地方的時候 他很主動地去查問 究竟自己的同胞是怎樣的 所以你看到第一章第三節 大家可以看看 第一章第三節 這些的同胞對他說 那些從秘魯盛下的漁民 在猶大省那裡遭遇大患難 受到凌獄 耶路撒冷的城牆倒塔城門也被火來燒毀 一個很悲哀的情況 不單止環境受到很大的破壞 他們自己本身都受到很多的凌獄 和患難 當《聖經》裡面說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察覺到尼希米 他問及這些情況 他也很關切這些情況 如果透過他之後不斷地討告 表達出他裡面那種深刻 珍切的對同胞的關懷 當我讀到《聖經》的時候 我就會回到自己過去一件的事情 在很多年之前 當自己在讀大學的時候 我有機會跟一班同學 基督徒同學 就搬出來在學校旁邊一個地方 租住一個地方 作為我們的一個集體的宿舍 小型的宿舍 在裡面因為全部都是基督徒 大家有很多機會互相地來分享 其中特別多分享的 就是我們在不同教會的經歷 我很深刻在那段時間 大家很多時候 討論到教會的一些問題 一些不足的地方 有同學會說 我們教會的崇拜很難受壓 牧師說得很悶 我記得其他同學 跟著就說 你那個不算悶 你都沒有來過我的教會 然後大家一直說 教會各方面的事情 常常都是這樣 討論到教會各樣的問題 而這樣時談的時候 談得都很微飛色舞 好像在鬥哪個教會的問題 多一些 我也是在其中一份子 一邊討論當時 教會的事情 當時我已經是北宣了 有一次一邊聊的時候 突然間裡面有一種的感覺 為何我們談得這麼開心 有些好像真的隔岸觀火 那邊燒著 那邊燒得紅 黃盛一點 不是啊 那邊更黃盛 突然問一個問題 為何你好像這麼離身 在說人家的事情 難道教會和你沒有關係的 一邊問自己的時候 突然間察覺自己 其實是一種自我自以為是的情況 一種自己的驕傲 當以為談到教會的問題的時候 表現出自己比別人是未好一點 在那個反省的期間 突然間心中一種很大的感動 心裏面就不其然跟神說 神啊 如果你願意用我 我很願意在將來 更多在教會服侍你 或者都可以被神利用 可以稍微解決一些問題 或者都能夠帶給 弟兄之母一些的祝福 就是這樣 在那些時候 心裏面產生一種很大的感受 很想能夠在教會裏面 你去服侍 或者神給我恩典 可以稍微改變一些的問題 一些的現況 在那些的經歷裏面 體會一件事情 人何時自以為是 是不會領受異仗 神很多時候是將異仗 將感動放在一個關切人的心裏面 當你欺負在他的心裏面 他留心到自己同胞的事情 很小心去體會他們的事情 不單單只關心自己的事情 不單只以自己在王國裏面 貴為高位 而滿足 在那時候當他留心到其他需要的時候 神就將一種異仗 一種負擔放在他的心裏面 然後你會見到他內心很深刻地為自己的同胞祈禱 大家再看回第一章第四節 聖經就說 我聽見了這些詞 就坐下哭泣 悲傷了好幾天 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討告 聖經說他悲哀了幾天 也都反映出他是真切地來關心事情 不只是當作一些消息聽說說就算 可能他在那幾天都要放下工作 一直很傷痛 為自己的同胞所面對的事情 很傷痛 也就是聖經說到 他在神的面前禁食祈禱 禁食祈禱原來的意思是說 持續地不斷地禁食祈禱 聖經說到當時的月份 是一個叫做基斯留月 如果你留意到下面第二章第一節 直到他見到王的時候 說到這件事情 當時是離山月 基斯留月到尼山月之間有四個月的時間 這四個月裡相信 尼希米是不斷地來祈禱 讓望神 而這段經文下面所說到的就是他討告的內容 當你稍微留意的時候 你發覺他討告裡面清楚說幾件事情 第一他很清楚地承認神是大而可惠的神 是無所不能的上帝 第二他承認自己和同胞的罪 不僅僅是同胞的罪 亦都是自己的罪 第三他緊握著神的應許 知道如果歸向上帝的時候 必然可以再蒙恩典 在這段日子他一直的祈禱 面對著英國的困境 但是你發覺當他一直祈禱的時候 他裡面並沒有出現了一種的低沉 或者灰心的一種的情緒 而是在他討告裡面 他產生了一種內心的異象 這個異象 或者你讀下去的時候 你會看到 在第二章我們先看 第二章第五節 當時王問他你想要什麼 而你希米就立刻回答他 第二章第五節 然後對王說 如果王認為好伯仁能在你面前蒙恩寵 就請你猜派我往猶大 到我列祖墳墓所在的城去 讓我重建那城 你是不是很清楚地說 讓我重建那城 在他的心裡清楚地知道 一個的城市 雖然現在城牆被拆毀 城門被火焚燒 但仍然可以重建 我們在今天所面對的世界 我們所自己經歷的生活上的事情 絕對不缺少問題 你常常見到很多問題 家庭裡面的 社會裡面的 教會裡面的 面對問題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些問題 會容易令到我們灰心 覺得這個世界都是這樣 甚至自己都很低沉 但是當人在神面前祈禱 你發覺神常常將盼望 擺在人的心裡面 所以神已經說到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為信 將諸般的喜樂平安 充滿我們的心 而在盼望裡面 人領受負擔 領受異仗 知道有一個方向 事情可以改變 李希米圖當中 他看到的情況就是 成像是可以重建 我想回一個故事 就是 在香港一間的教會 這間教會裡面 有接近他們所身處的社區 他們發現很多時候 有一些家庭有問題的人 自己走來教會 尋求一些幫助 有一次的晚堂崇拜 突然間見到一位 少年的太太 青年的太太 她抱著一個小朋友 就進來崇拜 但是她不是基督徒 有人就關心她 就問她 為何你來到的 她就說 沒有啊 我看到你們教會前面 一個十字架 很大的十字架 她覺得很有感動 想進來教會坐下 然後她就說 因為我丈夫 拋棄了我和兒子 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來到教會上坐下 就是這樣她開始接觸信仰 接觸教會 一位姊妹在這間教會裡面 她是參與一個輔導組 在一個輔導組裡面 她參與關心一些 第一姊妹家庭的事情 但是發覺有很多很多 單親的姊妹 遇到很多家庭的困難 面對丈夫離棄的情況 當她一直來留心 教會這些事情 留心到這些人的時候 神給她一種很大的感動 她說這些弟姊妹 這些特別的姊妹 其實很需要一個小群體 一個小組 可以互相關心 互相扶持 一起去度過那些艱難的日子 所以神將這種感動給她 後來她就在教會裡面 開始一個叫做 老德單親的小組 然後這個小組裡面 是有一些曾經經歷過 這些事情的姊妹 她們就來到 將她們的經歷和其他分享 也鼓勵其他的人 慢慢這個小組 有很多人來參與 她們登記了 有一百人以上來參與 而她們開始有恒常的聚會 大概可能一個月有三次 每次有三四十人 大家一起回來 一起分享分擔 然後互相的支持 很多姊妹因此在過程當中 一直堅固著 面對她們的困難 到今天這個組 仍然在這間教會裡面 繼續不斷服侍著人 但當我想回 最初開始的時候 我知道是這位的姊妹 她在這個輔導的過程當中 領受一份的感動 然後她知道 這個情況不是沒有盼望的 她可以重建者成的 她可以重建很多的姊妹的家庭 可以重新領受神給她們的方向和盼望 然後開始了這個服侍 我看到很多的嬌徒 亦都在不同的崗位裡面 神都是這樣用他們 然後透過心中的感動 然後重建很多不同的成長 當然在這個建造過程當中 你會留意到 李希米或其他人 他們在討告裡面領受了一種行動的計劃 大家不如再看回 第二章剛才的五節後面 在第二章第六節 當時王就問李希米 你如果要去建造猶大城 要用多少時間呢 似乎這位王 是很掛心 這位得力的官員 會離開她太長時間 但是李希米 他心裡面已經有一種的計劃 即是告訴王知道 相信他求王給他一段的時間 大家讀聖經後來你會知道 當他去到耶路撒冷的時候 用了短短五十二天 就重新建造了城牆 相信他後來回來 然後向王回報 然後再向王來申請 可以長期時間 去到耶路撒冷來服侍 即後來他是猶大的省長 有十二年之久 但是你會見到 當他跟王回答的時候 他很清楚將他心中有的一些計劃 向王提出來 因為他提出那個時間 另外下面你會見到他說 請王次給他批文 可以經過河西的地方 去到猶大 因為當時他很清楚知道 有很多敵人 攔阻住他們建造耶路撒冷的 所以他求王給他有順利的 一個通達的路可以去到猶大 亦都向王求批文可以拿木材 第八節所說 拿到木材可以能夠建造城牆 可以得到有居住的房屋等等 這個口告裡面 神將一種行動的計劃 放在他心裡面 而他可以當王提出這個詢問的時候 他就可以趁著這個時機 來講述出來 我記得我有一次機會 去到韓國的地方 在韓國的時候遇到當地一些牧者 這些牧者有很多寶貴的事奉 其中一牧者他就分享 他說這麼多年我體會到上帝給我的引渡 都是三個的重點 他說第一是意著 第二是祈禱 第三是組織 而組織不是一些人的野心 而是在討厄當中神賜下的行動的計劃 而當我一步步按照神給我的引渡 去做的時候 我就見到神很奇妙的工作 你發覺當神將負擔放在你心中的時候 祂會將計劃賜給你 而你在過程裡面可以一步步去走 而見到神的工作 所以跟著你再讀聖經的時候 你會很清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因典是隨著異仗而來的 你會見到神的手在當中工作著 你去留心祂所做的事情 又順著祂所做的去做 而見到神的因典 剛才讀的第二章開始的時候 你會留意到 當尼希米在王的面前 你去侍奉王的時候 看到他當時很有很大的仇犯 因此面露仇用 正在第二章第二節這樣說 王卻問我 你既然沒有病為什麼面帶仇用呢 只於沒有別的可能就是心中仇犯 我就非常懼怕 為何來希米這麼懼怕呢 因為在當時的環境 如果一個酒證在王的面前有受犯 可以帶來殺身之禍 為甚麼 因為當時這個職位是一個很被信任的職位 你可以想像在王旁邊這麼接近 他是奉走的 如果這個是不信得過的 落些毒藥在酒裡 王就很大件事 如果他有一些仇用 可以被理解為對王有不滿 對王不滿也可能會危害王的安全 所以在當時的社會來說 是可以被趕逐離開英國崗位 甚至被殺 當王說他為何你面帶受用的時候 你希米就很害怕 聖經說他甚恐懼 因為他怕不知道王會怎樣反應 但你也意想不到在這個時候 王問及他的情況 他竟然可以講述在耶路撒冷城的處境 在這個情況講述出來 也即都完全意想不到 王竟然主動問他 你要求些甚麼 然後大家記得剛述所講述的情形 當神將呼召賜給你 將負擔賜給你 你會發覺 祂是很清楚知道你的需要 祂都會為祂給你的呼召來負責 將所需要的幫助來賜給你 神知道你希米當時的身份是接近王 可以去接觸到這個君王 以得到君王所給他的幫助 因此過程當中一直的帶領 讓他素來沒有受用的 但那天好像都忍不住面露受用 以為會有危險 但反而成為了他得到幫助的一個特別的途徑 在過程當中他見到神的工作在裡面 而當他被問及的時候 他放膽地提出 你可以看得出就是 你希米在討過的時候 他期待神工作 而機會出現的時候 他沒有害怕 他不會害怕王的憤怒 沒錯他恐懼 但恐懼當中 他仍然放膽地提出這些要求 而神就透過王來去供應他一切所需要 然後這些一切 你希米知道不是什麼緣故 是神的恩典 所以你看回第八節 在第八節最後一句說話說 王因為我的神 師恩的手幫助我 王就設給我這一切 是王工作? 不是 是神師恩的手 在其中作奇妙的事情 而成就一些的事 在接著當你再讀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位的尼希米 他帶了一份很謙卑的心 你要作神的仆人 以致完成神給他的負擔和感動 在下底的經文提到 他去到一個地方的時候 在第十一節 他停留了三天 然後在夜間 一個人去到一個城牆的地方 周圍視察 他很謹慎 他沒有去張揚 他要做什麼的事 沒有說我要做什麼偉大的工程 因為他需要小心 來去視察的情境 去確認他一些的計劃 一個人 當他心裡面謙卑的時候 他會行事謹慎 謙卑的心靈的人 他更加能夠可以 去回應神給他的感動 成全對神的一種的毀身 在過程裡面 他都面對著一些勢力 一些人對他的敵黨 所以大家會留意到 在下底 去到第十七節之後 一路再講到 他所面對的一種的壓力 大家或者 由聖經你可以看看二十節 二十節的情況就是 他是當時面對著一些勢力 對他的一種的批評 藐視 但是他回答人 他說 天上的神 必使我們成功 我們是他的僕人 後面所說 我們要起來建造 你們在耶路撒冷 有無憤無權 無人紀念 天卑 不表示自卑 一個人 當他體會到 所做的事情 是出於神的話 他裡面 有一種的體會 就是神的功德 因此當他面對著一些人的批評 壓迫的時候 他說 是天上的神 他必然要使我成功 因此他內心裡面 仍有一種的剛強 不會自卑 不會自怨 而是放膽地去作成 神要他作的工作 在裡面 他說 我是神的僕人 也意味 你當聽從主人的吩咐 因此我們要起來建造 不會退縮 只是去作成主 所喜悅我們作的 第一次我們讀到印度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再去思想 過去在你的心裡面 有沒有神給你的感動 給你的負擔 因為一些害怕或者自卑 而放棄了 但是當看到你 欠美的榜樣的時候 你知道 真正叫你能夠 可以滿足神 對你的差遣的時候 是一種謙卑的心靈 承認祂是天上的上帝 放下自己裡面那種的自卑 而放膽地去作神的功 或者我們就讀到這裡 但是當我們讀到這裡的時候 或者我們都需要再一次問一問 我們今天領受了神給我們的救恩 神繼續擺在你心中的負擔 是甚麼 祂猜欠你怎麼來去見證祂 怎麼能夠真正上上的為這些事情討告 以至可以明白主要我怎麼做 也都在過程當中可以經歷神 怎麼很奇妙地帶領我 讓我可以生命裡面 都真正成為慈福的貫道 頂姊妹 讓我們都能夠真正成為一個 無差遣的人 我們一齊來祈禱 主引導我們的心 讓我們好樂意 生命侍奉你 留心你對我們的感動 差遣 讓我們真正能夠 可以在世上 作你的見證 不單止我們有 我們生活工作 我們更加在生活工作當中 完成你對我們的呼召 奉耶穌聖命祈禱 阿姆